大家好,欢迎收看开车区探险 我们是银队长和全队长 正开着新满的轿车挑战穿藏中线的路上 上期说到我们徒步深入穿西密境杰斯沟类 看到了绝美的杰斯沟冰川 到达了主干道的终顶 我们将继续徒步到更原始的吉斯沟深处 看看还有些什么 这是山山的第二个边川 这一段的徒步就更加原生态了 我们是直接顺着吉斯沟走直线一直往前 最开始是一段陡坡 地下全是乱石 紧接着下坡越来越靠近河谷 底下更是大乱石 高山流水直接把路难腰阻断 好在中间被人为搭上的木桥 太干净太漂亮了 太干净太漂亮了 我们一路闯过草棘的丛林 没想到往下走直接是到河床里了 根本没有路了 整个人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已经徒步了四五个小时了 算是到了河谷的尽头 因为再往前的路被杀人挡住了 所以小伙伴从土屋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土屋了三个半小时 已经接近四个小时了 刚才突然 恐怖暴雨啊 下了很大雨 全身都湿透了 还好不带了这个雨衣 在我们的右红光 其实是冰山 在左边也是冰山 然后再是前方 然后也是冰山 只不过下雨之后 现在大雾弥漫啊 关键水现在真的好冷啊 感觉这温度已经接近零度了 这地中的海马大概是三千八岁左右 所以冰山深处的孩子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 于是就只好派出飞手去打探一番了 顺着河谷一直往前 或许就在尽头呢 我们看着在尽头有水流 会不会是孩子流出的水呢 不过这里的景象有一种苍凉美啊 似乎来到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蚂蚁之地 我们飞了好几公里 隐隐约约看到前方有一小小的瀑布 这里会是那个神秘的孩子吗 但是当我们飞近了才看到 只是从更高更远的山上流下来的血水 这里的雪山感觉更加的苍净 用来形容书风的 飞鸟也无法逾越的山峰 用在这里也非常的合适 周围的山峰估计在四千五以上了吧 上面还有周年不坏的冰川 可惜飞到这里已经是小飞机的极限了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那片孩子 很遗憾的是 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的信号和网络 所以我们也无法使用卫星地图找去 后来等到出山了之后 我们才用卫星地图看到正确的方向 家人们 谁懂啊 不是我们徒步不努力 而是努力偏了行啊 我们其实距离孩子已经很近了 只不过要翻过刚才看到的雪山 孩子在雪山的另外一边 我们走错方向了 应该说 从最开始开车进山的地方就走错了 那个神秘的孩子 是在一个叫大普的地方 不过也没关系 留一点遗憾 但下次再来盘谈 走到这里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也算是不一样的体验吧 而且这里也超赞的 风雨过后 当阳光再次洒上大地 我们愿意说 这里是绝美的川西啊 趁着日落前 我们还得返程 算一下时间 这一整天也是特种兵旅行啊 徒步了八九个小时 回到营地前 还欣赏到了日落金山 也是非常丰富的一天 那么因为我们馅与的零湖 我们去处理一下 我们在柳子撞的身体 还给我们站住 突充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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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